那赖金德又说嘛 他说中方其实不需要这个咄咄逼人 这个赖金德也是很硬很呛的啦 其实很多事情说实话 我都觉得大家像韩国瑜学习一下就好 韩国瑜你知道就算骂人也骂得好笑 赞美人也赞美得好笑 所以他讲话呢不管怎样你就会想听 因为好笑嘛就稀里糊里就进去了 反而这种你知道直来则往都很呛的 你会有点警觉心 那韩国瑜呢最近赞美这个侯友宜 我觉得赞美出了新的高度 我没有替人家这样赞美过 你知道好多年轻人都在往上这边喘 他赞美侯友宜说眼睛就是眼睛 鼻子就是鼻子 嘴巴就是嘴巴 大家想说你在骂你在骂侯友宜 当然他有他的论述了 来我播出这段给大家嗨一下好不好 真的是很有趣的一段访问 来 我现在看到侯友宜市长在台中了 那个市长啊 我给你报告一下 我说你现在眼睛就是眼睛啊 鼻子就是鼻子 嘴巴就嘴巴 公盘社你讲这什么意思 我说你过去六个月啊 你这个五官都挤在一起 眼睛看起来不像眼睛 鼻子不像鼻子 鼻子都开了 他很高兴 他真的 真的是个人才 所以他现在五官已经开了 你们下次看侯友宜市长 你会发现 他那个整个长相都变了 他发光了 他额头发亮了 好这个栗将军 你觉得呢 侯友宜开了吗 是开了啦 其实我觉得这个 我们的韩国瑜 他其实他有一点 韩国瑜也开了有没有 他心心又很开了 他本来就开了 他以前我们在一起 在高邮选市长的时候 他那时候经常自嘲自己 他拿自己来 跟人家开玩笑 你知道他为什么 我们那时候 卫队会为什么 护着他 就因为他经常拿自己的秃头 开玩笑 他经常拍自己的头拍拍拍 拍久了以后 你知道 就那些民众 就喜欢去拍他头 那拍他头 有些民众 这个手力道大总是 很不礼貌的动作 所以我们那时候 就帮他挡嘛 就怕人家去拍他头 去帮他挡 就挡久了 又变成说 大家就会 就觉得说好像 能够跟他接近 就是一种那个 那再加上他 有时候讲话很幽默 就变成说 大家就很喜欢 就一般座名很喜欢 他就五官都开了 这种形容词 过去没有听过 对不对 他要讲的歧视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嘛 就一路走来 侯友瑜过去 大家觉得蛮憋屈的嘛 在媒体上你吃亏嘛 那现在感觉上 有了自信啊 对不对 他的论述啊等等 都出来了 所以确实五官都开了 这个形容词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 因为蓝白 蓝白合不合的问题 一直困扰的侯友瑜嘛 他希望蓝白合 他一直很委屈很委屈 所以说那个每天就 愁眉苦脸的 皱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到底要合不合 所以你不要说 侯友瑜开了 这个韩国瑜也开了 之前他会不会 确实归队 还有很多人怀疑嘛 那亮哥讲 现在为什么民调起来 赵浩康归队了 这个韩国瑜也确实 归队了对吧 对啊 那现在就是我们 按照民调来讲的话 蓝军大概有90% 都已经归队 当初就是因为 有一些误解误会 或者是有一些不满 但现在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很明显归队 但我觉得 柯文哲 我特别要讲 12月5号那天 如果一旦一翻牌以后 吴欣盈确实是 不能推选的话 其实我倒不在意 吴欣盈会怎么办 我想说柯文哲 会有什么动作 确实 柯文哲会有什么动作 那反而会是 能有什么动作 他譬如说 他会不会就是 挑一个人过去 以柯文哲的个性 他会有 他搞不好是 到底是要靠向 侯友宜还是要靠向赖清德 对不对 他要去帮赖清德站台 还是帮侯友宜站台 大家可以去观察 那后面因为他 一定不会放弃 他的民众党这些小鸡 他必须要去服选 争许不管是 争许不分区的 这个代表的票 或者区域立委的票 我在想说 以柯文哲的个性 他捉谋不定 对不对 他会不会到时候 他真的没有办法选的时候 他自己被出局以后 但是我觉得 我绝对相信他绝对不会就此消失 就不讲话 他可能会演出一场 我们预想不到的戏出来给我们看 你知道 这急诊科的一事就是这样 随时在变 不停的在变 这个以副手来讲 说实话比起肖美琴 比起赵浩康 这个吴欣盈 他的这个美国籍的问题 不断被追问 那当然这个追问 你就回答 但是因为他回答的方式 说实话 嗆记者 高高在上 就是那个公主 Fuma 本来就是这个财团家的孩子 说实话 这个每个人不问出身 他生在哪里 这不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重点就是你的态度 你身在一个这个财团世家 但你是不是很谦和 很平易近人 但是你看到 他讲的方式就是 让大家觉得 是不是就是有距离 所以根据民众党 有一份内参的民调也显示 民众党自己知道 有高达五成六的人认为 吴欣盈对于柯文哲 没有加分 但是另一头 赵浩康 这个肖美琴 都是加分概念的 但是吴欣盈是没有加分 没有加分有没有扣分 可能 那钱克文哲的幕僚也爆料说 早在二零一九年 就有提醒过吴欣盈 关于双重国籍的问题 因为当时他要当立委 所以相信 相信他没有美国籍 但有没有人看过呢 党内没有人看过 还再强调一遍 没有 从二零一九 真的就没有 没有人看过 那吴子佳是说了 柯P信力有数 这不会过关的 大家心知肚明 当然十二月五号 吴欣盈说十二月五号 要见真章 那他不想再讲了 那吴子佳说 没有什么真章 就是鸭蛋 是这样吗 这真的不是他的问题 因为现在已经登记了 这个政府如果说 他真的有这个美国籍 不符合的话 他被ban掉 就是阿伯一被ban掉了 是不是 那就提前出局了 就真的剩下这个蓝绿 两个就是赖庆德 对决侯友宜 就真的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李恩协也提出一个观点 好 你没有美国籍 但你先生是比利时贵族 有没有欧洲籍呢 有没有这个 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大家好像没有想到 好 所以一开始 我先问一下这个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快点回答 快点回答 红色可吃 快点回答 中文字幕製作人 Buenos D Aus 多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